真的耶 你想一想那个忍入先人 对歌力王这样的虐待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痛苦 但是当歌力王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忍入先人讲的是什么话 你想一想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你有没有去深入忍入先人他讲的那句话 忍入先人怎么说 我一句厌恨都没有 我一丝毫讨厌都没有 不但没有讨厌 我回头过来 我要感恩你 感谢你来成就我的道业 感谢你让我很快乐能够成道 释迦牟尼佛就是过去的忍入先人 讲完之前 释迦牟尼佛一口气的那一段 他要断气的那一段 告诉歌力王 不但我不厌恨你 将来我成佛第一度的都是要来度你的 讲完释迦牟尼佛就走了 进入刀利天 本来你想米勒菩萨是排第四的 因为这样境界位置就换了 米勒菩萨退万到第五 释迦牟尼佛提前成佛 就是在印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过去忍入先人 成佛之后到陆远园 当他讲斯蒂巴 都在讲这个八正道的时候 这五位比丘其中一个 大家都知道 焦成儒就正过了 焦成儒是谁 就是歌力王的过去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在修行当中 他有没有一番的风顺 没有 他也没有一番的风顺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磨难 经过很多的考验 经过很多的障碍 但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他把这些的障碍 把这些的禁言 不是变成他自己的障碍 而且变成他自己的力量 变成他自己的power 来增加自己的信心 来增加自己的用功 增加自己的经济 让他更透彻了解明白 人生的事实真相 什么人生事实真相 人生事实的真相 就是人生苦 让我这个脱离苦海的 这种的精神 更加努力 更加精神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西方极乐世界 才会有今天的弥陀名号的功德 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 他也是经过很多慢慢的累积 一步一步的累积 才会有五节修行成果 十节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在生活这个环境当中 无论你遇到所有的境界当中 你能够把这些都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那今天你的修行就成就了 你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我们很多人学佛之人 就是有这种的毛病 看到障碍的时候 看到一些经营的时候 给自己障碍了 佛啊我不学了 佛我也不念了 我什么都不念了 你们这些人 太难搞了 讲一大堆 讲一些借口 全部都是为保护自己的 说实在的 我们在这个人生很多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任心称心如意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够走路很顺的 有时候走路不小心也跌倒 对不对 你看 你这一生最简单来讲 你有没有经过一个我不讨厌的人 请举手 有没有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讨厌人 不讨厌的 不讨厌人 不讨厌世的 有没有 没有啊 就算现在有了 也不多 能够称心如意的看到一些不顺颖的 也不多 其实呢 这些都是一种考验 他都是我们的老师 他来成就我们的 其实你能够这样的想法 你所修的 那就是真的 你所遇到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都是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这样修学 我们一定要用这种的精神来学习 像阿弥陀佛那样 像释迦牟尼佛那样 像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精神 对啊 我们在这个环境本来就是如此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五量缩精 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修行 一天你能够成就 你的功德超过你在西方几个施境 多少年了 一百年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能够把一切境界 在这个念头当中 你能够把它转 一念之间你能够把它转过来 那你的功德超过你在西方几个世界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成佛 只有在这个世界成佛 在三三道 比如说在天道 天界也很难 在地狱三二道也很难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成佛真正的 只有在这个人道 这个机会最大的机会 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你不要去成就呢 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 无论谁来莫名其妙 怎么样来对待我 怎么样来批评 怎么样的 怎么样来做到我们自己 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做呢 要跟人家广结善严 那广结善严从哪里做去 很简单 从布施 你要跟人家广结善严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不跟人家广结善严 你将来往生西方几个世界 障碍很多 真的 游行无行的 真的你要小心 而且最大的障碍 就是从你的不善的意愿 冲出来的 真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怎么样 跟人家广结善严 很简单 从哪里做起 从布施 布施不一定要指钱财 我跟他讲 你会不会要笑容 用笑容也不是 你能够做得到吗 你看 你看你们大家在笑的时候 你看 多么好看 多么庄严 真的 你看 你不相信 你等一下去看看 你的镜头 你每天不是要梳头吗 看镜子吗 对不对 特别是女孩子 对不对 一天不离开镜子 一天离开镜子 说明他已经修行成就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 他就离不开这个镜子 看看 我的头发 有没有整齐 我的 这个叫什么 反正 反正这些东西 看看这些 没有整齐 都是天天啊 这样 你看看 当你在笑的时候 好不好看 真的很好看 或者当你在发脾气 不喜欢讨厌的时候 整个脸像罗刹鬼那样 你请你的先生 请你的太太 你把他拍起来 你去看你比一比 我们从哪里 从这个布施下手 从我们的笑容 很简单 你说你能不能做得到 行 有一天 人家骂你 像佛福山那样 像米勒菩萨那样 还笑眯眯的 你的功德就来了 你不用去批命 公德自治 你看我们佛塔 一进门 大门 为什么 会有四天网 中间有一个米勒菩萨 为什么放在大门口呢 像师父的道场 一进门 有一尊米勒菩萨在那边 米勒菩萨为什么放在那边 就是告诉你 你一进门 你要欢欢喜喜的 学佛要欢欢喜喜的 不要每天学佛好像 哎呀 拉着个脸 好像很紧张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真的就做不到 你看看到米勒菩萨 那个脸 度量很大 能够包容一切 所以布施可以从这边开始 从你的笑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欢喜也好 不欢喜也罢 痛苦也好 快乐也罢 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无论 你能够要藏着那种笑眯眯的 你会菩萨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 49年 你看哦 他走到哪里 度化众生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 他的脸都是微笑的那种 那种脸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像那个罗渣鬼那样 没有啊 真的没有 释迦牟尼佛虽然不讲法 有时候他没有在讲法 其实从他的这个表面上都在行布施 你看那个佛像 你看我们的佛像那个大殿 你看那个佛像的脸都是微笑的 他代表什么 叫你行布施 布施嘛 第二用什么方法 用你的真诚心来供养 用你的真诚心来布施 无论这个人怎么样对待你 无论那个人怎么样来侮辱你 你都是用你的真诚心去对待的 你想一想包容 礼貌 关怀 协助 用种种的 用我们的能力去布施 哪一个人能够跟你置业而言呢 哪一个人不欢喜你的呢 广结三年其实很简单 只是我们肯不肯做而已 全部都在我们的生活上的 但是很可惜 很多人对这个方面修学佛法 以为认真 我今天学佛就是要念经 很多人也有这种认为 我学佛就是要念经 早上念一部 中午念一部 晚上念一部 有时候甚至在念经的时候 看看佛像 佛有没有看到我呢 念经好了 又跟阿弥陀佛讲 阿弥陀佛我很听话 很听话什么呢 我天天诵经 阿弥陀佛需要你听经吗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学佛认为都是念经的 所以天天拿着经本 走到哪里 经本拿到哪里 只要有机会 就是开始读经了 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报告完毕 就是有这种的心态 就是这样 我念佛 今天我念了一万生 阿弥陀佛我报告回向了 感觉跟阿弥陀佛逃功 我很用功 我有怎么样 阿弥陀佛需要你念佛给他听 阿弥陀佛需要你念经给他听 不需要的 因为经都是他讲的 佛号都是他自己的 他还需要吗 不需要的 佛的需要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把这些教诲 落实在生活里面 那个才是真正的学佛 不是像这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搞到现在学佛 让人家认为 学佛念佛都是迷信的 都是消极的 你要度化别人 首先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对你有相信的 广结善缘 我们一定要从哪里 从这个地方做起 你能够这样羞耻 走到哪里 就算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遇到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你所讲的逆缘 你也不会被这个逆缘 当作你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为什么 因为你会认为这些逆缘就是你的老师 他就是来考验我 他就是来帮助我 让我这个成就 这个就是真正学佛 最大的好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 学佛不代表 你今天念了多少部经 念了多少句的佛号 拜了多少的佛 不是代表这一个的 学佛的代表是什么 你能不能对人对事对物 你把佛陀的教诲 应用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不能把你的烦恼化出你的智慧 把你的习气变成你自己的福报 把你的业障变成你自己的力量 这样学佛才会有一个得到的好处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 我们的信愿要从哪里建立来 从这个地方建立来的 这个 真的 你看过去 我们有听过我们师父上人讲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得了癌症 他得癌症 你想一想 癌症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 人在环境在这个时尚 没有人愿意生病的 没有人愿意生病 因为生病很苦的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 我宁愿在这个生活当中 过得简单一般 但是千万不要生病 病是假的 痛是真的 真的 你想一想 你说头痛 头很痛 他很痛苦 真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更加痛了 业障更加深入了 你看他天天拜佛 他拜得很辛苦 天天拜佛 发愿 我一天要拜八百百 刚开始没办法达到 每一次要拜佛的时候 他很痛苦 太痛苦了 到最后 因为他的信心 对三宝的信心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他的力量慢慢的增加 所以他能够达到他的愿望 每天八百 没想到 你看 拜了一段时间 突然间他的汗 流出来的汗 都是黑的汗 而且黑的汗都是很臭的 真的 当他汗流下来都是黑的 当他汗所闻到的就是臭的 别人都闻得到 他自己闻不到 让他更加的信心 我们今天呢 当你遇到这些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种的精神 来障碍你 不会的 所以我常常讲 是 我们今天学佛最大的障碍 不是外面的这些贪嗔是脉 不是这些的自私自利 或者这些的烦恼 种种的 最大的障碍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就是什么 对三宝没有信心 我们一般讲的就是 对三宝有怀疑 怀疑就是我们学佛的人最大的障碍 所以 为什么我们看看我们这一部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三之两你必须要去记住 首先第一条经叫你要信 为什么要信 要把你这个疑 能够化掉 化出 你才能够进入 所以每一部经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 一定要从鲁世我闻开始呢 就是教你要先建立你对三宝的信心 你如果对三宝没有信心的话 那其他就不用免谈 你就不用讲了 因为没用 所以一切法都是以信为入网 你没有信对三宝对佛的教诲 你都没有深信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入门呢 是不可能的嘛 那现在我们念佛 有没有真信也不一定 我们今天在学佛 有没有真信也不一定 今天我们只是因为念佛不错 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还会对三宝有加心吗 你还会对三宝有信心吗 就算我们遇到这些境界 我还对三宝有信心 你那个信还不是真心 所以很多事情尊敬的这些同修大德 我常常讲的 学佛都是在生活抹炼的 在生活里面能够融合而已 能够深入 把这些的障碍变成自己的力量 你要记得 将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它都是你的力量 让我更了解 让我更加信心 我今生选择念佛法门 我今生选择了生死出三阶 更加的信心 让我明白 这个人生是苦的 让我更加 这一生发愿往生西方其中的世界 更加的用功努力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的精神来想 你想一想 我们学佛的人 我相信 你念佛这一生 不但将来会有成就 而且将来会帮助很多人 真的 还真的 所以 我们很多事情 其实坐在我们的眼前 自己没有去发解而已 所以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简单给大家来分享 真的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学佛 如果在表面上下功夫 那你所学的东西 你就不会得到了 你只是跟阿弥陀佛 这个善缘 修一点福报而已 真正能够了解 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阶的 那是给帮不上忙的 能够帮助我们真的解脱了生死 靠的就是你那个功德 刚才我讲功就是功夫 什么功夫呢 你能够断而修缮 你能够把这些污染的心 从你的身心污染的这些 能够成为 变成你自己的清净心 把这些的内言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 那你这一生当中 念佛往生 那有把握了 随时随地 什么时候走 你就有这个能力 什么时候留 你要留多久 你还是要留在这个世间 有多长时间 你有这个能力 也不想再留了 你想要马上走了 你也只有能力 自由自在的 都能够自己做得了准 这些都是靠自己 慢慢累积 一步一步的累积来修行 那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你的忍辱 关键在你的忍辱 一切法得于忍 只有忍辱 才能够提升你自己的境界 你没有靠忍辱 你的境界无法提升提高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记得我们学佛的人 或者我们念佛的人 你没有忍辱 你是没办法提高你自己 你就是永远在那个程度 只有忍辱才能够帮助我们 那忍辱又从哪里下说了 这个看个人的功夫了 因为每个人呢 我相信都想要修忍辱 在修行当中 你好像好难啊 你进来的时候 控制不了 发脾气了 进进来的时候 控制不了 开始讨厌了 那怎么办呢 那忍辱从哪里来呢 从忍悔 忍悔的力量 忍悔的力量 有一天有人骂你 对 该骂 有人在批评你 该批评 有人在说你的时候 没关系 有错改则 没错怎么样 好好进步 这样 好好用这种忍悔的心 忍悔的心 不断的用这种的心 用这种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 这个啊 就是一种经验 给大家分享 所以最近呢 师父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都是用忍悔 身体不舒服 忍悔 人家突然间 一些传一些话 没关系 忍悔 把参悔的功德 统统回向给他们 最后啊 回向给自己 回向给自己什么呢 祈求 三跑 诸佛如来 来加持 让我这一生 能够啊 把我的愿望 能够走个圆满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世界上都是假的 真的 生不得来 死不带去的 你必要去计较太多 最主要是什么 你要计较什么呢 你要计较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没有成就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跟阿弥陀佛是一样 那个才是关键 其他的虚言 学习功德 不要去计较 真的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 上次我们学习的 为什么叫我们在生活里面 去考验 去磨炼 去锻炼 去成就 因为他都是你的老师 他们都是你的老师 如果你这样想 我相信我们修学一定会有成就的 所以今天我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要记得不要把你的静缘所遇到的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你要记得 你看我们的六根接触六层 你所基础的外面的这些的境界 你所看到 所听到的 所感受到的 你不能把它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你要变成什么 变成你自己的power 变成你自己的力量 什么力量呢 把这些的变成你自己的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无论人家怎么对待我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上 无论是怎么样的境界当中 从来不怪别人 从来不记别人的过失 统统都在回到自己 把自己的这些回缩 变成自己的什么呢 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那你今天休闲就成就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 很多事情有时候能够称心如意不多 那怎么办呢 那好好了 因为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不要突然间这个禁言 障碍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化解了 因为你慢慢累积嘛 一步一步的累积 一步一步的去放下 一步一步去休息 当这个禁言在你的眼前的时候 当你临终的时候 业障现前了 他也不会来障碍你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临终的时候 最主要的那一关头 如果被这些禁言一影响了 被拉得走了 那惨了啦 念佛这几年功夫 那就白费了 真的耶 你现在以为我今天念佛的不错 因为现在你的燕心在走 还没早上门 当他早上门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做苦 这个真的 所以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下个星期 这个礼拜三 礼拜五 礼拜天 再继续给大家来 学习 地藏经 认识佛教 还有三十七年的 中风 果实开示的那些重点的 主要性的大义 这个星期 师父跟大家请假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而且讲一些以缘不善的 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要像米勒菩萨那样 邪佛走到哪里 要像什么样呢 像米勒菩萨那样 米勒菩萨你看得了 笑咪咪 欢欢喜喜的 看这个人间 欢欢喜喜的 是对人对事对物 反正每一件事情 你要欢欢喜喜的 你这样 学佛 会带来什么呢 给人家信心 给人家欢喜 这样那对好了 所以很多事情 看开一点 什么都是假的 看破一点 放下一点 因为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都带不走的 能够带得走是什么呢 我们的功德 我们这句名号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们下个星期 礼拜三晚上 礼拜五晚上 还有礼拜天 再来继续给大家 学习地藏经 还有三十七念 还有认识佛教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